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本週的手機遊戲週報 我是紅豆 我是小鈺 最近Pokemon GO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活動 就是它跟台灣的7-11做合作 現在在台北市的108家的便利商店 它們會變身成道館跟補給站 玩家們可以去那邊做補給 然後接受特別挑戰任務 非常方便大家可以去買東西 變領期任務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活動 那聽說之前Pokemon也有跟日本的販賣機 也是一樣做這種活動 是補給站跟特殊任務還有道館 對 因為在台灣畢竟不像日本就是 販賣機那麼多 日本到時候販賣機邊上海邊那麼多 在邊上面做會比較適合 雖然這個活動現在只有在台北市 就是試辦 我是希望說大未來方向能夠普及全台 我們新聞的留言下面 好多玩家全台灣都要有才 對啊 因為現在還玩Pokemon Go 值得人氣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說 也許活動反應熱烈的話 以後就全台搞不好都有了 對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請繼續收看我們本週的 手機遊戲週報 精緻的像素畫風玩起來讓人有種安心感 我們可以在這廣大的奶牛陣裡自由探索與開墾 奶牛陣裡面有許多善良又可愛的NPC 當我們在陣上到處散步的時候 請記得發揮助人為樂的精神 多多幫助他們喔 如果這片廣大的土地 讓你一時之間不知道該從何開墾起 也可以先順著遊戲的主線走 先慢慢熟悉一下這個城鎮吧 遊戲目前還只是在測試階段 就已經有相當多豐富的內容可以遊玩 讓人更期待上市之後 還會加進什麼有趣的要素呢 天國履歷是由獨立團隊製作 類似旅行青蛙玩法的手機遊戲 故事描述主角小楓 為了拯救記憶之樹 展開無數冒險旅程 到處收集記憶碎片 每次旅行回來 都有機會得到記憶碎片和手機 根據旅行地點得到的種類都不相同 如果把手機送給來訪的客人 就能夠獲得回禮 普攻陰是遊戲當中重要的消耗品 無論旅行還是交換道具都會用到 除了能夠在草原上收割 也能夠在達成成就條件時大量獲得 但是旅行可不盡然都是美好的 小楓有一定機率會到危險的地方 遭遇可怕的事情 隨著記憶碎片的收集 會發現故事中或許藏著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而這背後的劇情真相 就交由玩家自己去發掘囉 大家在玩 Crash Fever 的時候 會不會為了聽同首歌 而一直重複刷關呢 有了 Sonic Big Feet Crash Fever 就不用擔心體力的問題囉 目前開放十首歌讓玩家選擇 難度分為一般 巫師超巫師級 遊戲採用落下式音符 還可以在設定區調整降落速度 音效 演出等設定 而且畫面表現得張力十足 遊戲中某個區段會開啟一段集氣條 只要能夠打出一定數量的 Perfect 就可以開啟 Fever Mode 並且得到高分 要是分數一直衝不上去 玩家可以多花一點時間在培養角色上面 只要使用角色玩遊戲 就可以讓它升級得到更高的分數 現在就一起來制霸這款遊戲吧 下一站我的大學是一款校園模擬人生遊戲 玩家將扮演一名大一新生皮皮 在陰錯陽差下考上土木工程系的他 在全新的環境展開校園生活 遊戲中玩家必須要替主角安排課程 以及學習時間 不同的課程將有各自的屬性要求 像是文科需要更多的記憶力 或是理科需要更多的想像力等等 玩家對應的屬性越高 學習效率就越高 而除了學習生活之外 課外活動當然也非常重要 玩家可以到校園各處晃晃觸發新的事件 或是跟室友玩場狗熊聯盟調技身心 但可千萬別玩過頭 若累積當調三顆 那遊戲就結束啦 Beholder 2 這款發人聲醒的遊戲 也移植到手機平台囉 這代遊戲的視角轉到了同個時空下 集權統治的官僚系統 主角伊凡的父親是一名政府的高層 在某天莫名的被人從岡樓推下 但警方查不出任何原因 在父親German的幫助下 伊凡進入了政府單位 從小小公務員做起 一步步往上升階 試圖碰觸黑暗背後的真相 在遊戲中玩家可以選擇暗部糾班的 每天打卡上下班 賺取微薄的薪水 或是走向黑暗的體制成為長官的白手套 接著黑吃黑的爬上去 就看為了真相各位願意交換多少良心囉 在 Steam 上獲得壓倒性好評的動作冒險遊戲 Hyper Life Drifter 光明旅者也移植到手機上囉 玩家將被一名罹患疾病的女人 為了尋求解藥踏上一段神秘的旅程 遊戲中有東南西北四大區域可以探索 每個地區都有各自美麗的風貌以及難纏的怪物 在和他們交戰時 玩家必須利用衝刺來進行閃躲 並找出空檔回撿反擊 另外角色還配有一把短槍 但你必須砍中敵人 才能填蛋 因此該如何靈活運用 將會非常考驗玩家的身手喔 故事的劇情將以一系列的插圖展開 究竟這片大陸還藏著哪些秘密 就等高手來探索囉 在一望之境中 玩家將與百位異世界少女們相遇 和他們一起阻止世界毀滅 這些少女們來歷可不小 有的是神話中的神明 也有歷史上知名的偉人 每位都是可靠的夥伴 戰鬥為自動放置類型 施放技能可以選擇手動或是自動 把角色強化一番之後 接下來就靠他們戰鬥囉 每位角色身邊都帶著幾隻小小隻可愛的傭兵 冰種根據角色有所不同 玩家可以試試看不同的冰種搭配 遊戲除了有長達101話的冒險故事等待玩家 隨著故事進度還會解鎖競技場PVP 世界BOSS等模式 喜歡日系風格RPG的玩家們 趕快下載來玩看看吧 你喜歡互動性長的文字冒險遊戲嗎 那就來看看這款由中國所推出的 陳希列車吧 這是一款以女像的AVG遊戲 玩家在故事當中將搭上一台充滿幻想的列車 化身不同的角色體驗一個又一個的童話故事 遊戲中不只是配備了全語音的對白 還搭載了大量的選項以及分支劇情 玩家可以透過不同的選項 將故事導向數個不同的結局 至於這輛車最終會開向何方 就要看玩家們在旅途中是如何選擇的囉 台灣獨立遊戲團隊Cutkey的最新作 符文守閘 要讓玩家體驗小鎮礦工的日常生活 這是分由筆牌和對牌兩種不同規則的卡牌遊戲 筆牌的玩法類似剪刀石頭布 雙方各出一張台以大賞來決定勝負 只要先獲得三場勝利的一方就算最後贏家 而對牌的玩法則是要比誰最後擁有更好的牌型 雙方會有三張彼此都看得到的卡牌 還有兩張自己才看得到的卡牌 在決定勝負前 玩家有一次換牌的機會 只是換牌需要花費金幣 所以玩家要好好的觀察對手的牌型 來決定是否加注 除了透過卡牌遊戲獲得金幣之外 也可以透過挖礦的反應小遊戲來賺錢 只要有三百金幣 就能夠到商店裡抽怪物卡牌 試著挑戰收集圖鑑裡的所有卡片吧 旗下有著眾多手機遊戲的111% 又要帶給玩家新的歡樂啦 這次的星座是Down Blade 我們要扮演黑箭矢 阻止怪物從地心竄出 玩家們要連點攻擊打倒怪物 不過這樣還不夠 我們要善用跳躍 跳到高處再重重彩下 一次打串燒一群怪物 還能夠暫時阻止他們往上爬喔 此外打倒怪物還能夠獲得各種武器防具 記得提升他們的等級 才會有更強更好用的技能 攻擊力提高之後 跳躍一次串起來的怪物 就能夠做好幾年份的沙威瑪啦 在國外擁有超高人氣的護乾放置型手機遊戲 鑒於遠征也登陸台灣囉 玩家將組織英雄共同對抗一波波來襲的惡魔 並收集守護生命女神最後的七大神器 既然惡魔都自己找上門來了 我們只需要在家等待英雄摧毀對手 就可以獲得豐富的經驗以及裝備 在獲得經驗之後 玩家可以培育自己喜愛的角色 讓他鬼畜般的月升等級 而升級之後 自然就要挑戰每個章節不同的首領 在挑戰時 玩家必須好好安排手下的各路英雄 除了重要的站位調整之外 種族和職業間的搭配也非常的重要 若只是想看戰力編排 那可是會吃大虧的喔 隨著主線劇情的深入 遊戲還會加入更多更有趣的模式攻你挑戰 像是《王座之塔》 《時光之巔》 或是《異界迷宮》等等 每個模式都有各自有趣的放置打法 喜愛輕鬆放置遊戲的玩家可千萬別錯過囉 有著無與倫比角色力繪的戰略 RPG 遊戲 《Brown Dust》《棕色塵埃》 在近期公布了 和人形靈魂繪師金亨太 研發的手機遊戲《命運之子》合作的活動 在合作活動期間 各位玩家只要登陸遊戲 遷到即可獲得傭兵瑞比泰雅 在《命運之子》中的打筆造型 此外只要連續遷到十天之後 就可以取得傭兵斐傑 在《命運之子》中的迪密特造型 而在跨界合作方面 玩家可以透過《命運之子》遊戲中的指定任務 取得傭兵赫爾在《命運之子》中的玻璃造型 以及《傳說契約書》和《勾集契約書》等豐富獎勵 看著這一幅幅細心動人的例會 各位團長大人還不趕緊登陸 把他們統統帶回家吧